高雄萬豪酒店 嗯 好吃 喔喔喔喔喔喔喔 等一下 所以我決定我今天要洗頭 要洗頭啊 泡泡乾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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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愛人的愛人 而且那輪不開花 我們委屈了自己 真卻真正夢想 我是海莉 我們環島系列住宿終於升級了 大家知道我今天住在哪裡嗎 安琪 來 我們住在呢 我們今天 沒錯 我們住在高雄萬豪酒店 到去年2020年底才剛開始開幕 到現在很新才八九個月 我們現在要入住 而且我搭配的是他們雙食專案 豪華家庭房四個人 他的售價是18249 然後他有點類似一博二十 因為他包含說我現在在這個餐廳 可以吃到宵夜 還有明天的早餐 另外他搭配雙食的那個活動 在高雄他們會放煙火 他直接把你送到船上 近距離第一個現場那樣看煙火 重點是上面還會有歌手現唱啊 專業人員導覽等等 還有另外很多贈品 大家可以看這個資訊欄裡面會有網址 可以點進去看一下 但我們今天比較可惜 我們在雙食國慶之前來 沒有看到煙火 但一樣這個專案 我們會吃到會用到的 都拍給你們看好不好 現在吃小夜 第一道蜜汁黑豬南茶茶 它裡面選用肥瘦相煎的這樣豬肉 聞起來應該是 他們是有麥芽糖加入其中 所以甜甜的 因為裡面肥瘦相煎 我覺得比例剛剛好 而且它的肥肉 它不會說 我沒有燉得很爛 那種QQ軟軟的感覺 不舒服 不會 它很入味 甜甜的那個 麥芽糖的香氣 直接在我裡面 而且也不會過鹹 接下來我們宵夜set已經完全上期 也都幫我們分裝好了 現在第一個這個 手工金磚蝦豆絲 這我超期待 它上面直接放有魚子醬耶 嗯 它裡面是整個都蝦肉耶 它有點是做得很像棺材版的那樣的形式 它外面是吐司 但占得非常脆 天貴的美奶做就不錯 微微的辛辣感 不會叫太辣 然後 這整個都是蝦肉 大家看得到嗎 因為我現在對著鏡頭中間 其實有一個透明隔板 就是萬豪酒店他們規定啦 用餐一定有透明隔板 所以我們就遵守這個規範 中間有比較常見的finger food 因為它是宵夜set嘛 它是為了讓大家配酒喝 配酒吃的 所以它弄得比較輕便 好拿取的方式 男乳肌全 感覺是有豆腐乳的感覺 好吃 它裡面都還是保有它的雞汁 那還不錯耶 這樣就是薯條 然後沾它的三味的醬 我要沾這個特別一點 不好意思 我要開瓶酒 最後一道一定我很期待的 XO醬松阪珠荷葉甲 他們說外面這個很像荷葉 但我覺得比較像那個耶 小美人魚前面的那個貝殼 有點像是掛包的概念 我一口吃 我覺得它挑選松阪珠這個布尾 是滿聰明的 因為松阪珠它的口感很脆 那又很嫩 所以它一邊弄炒過的方式 讓松阪珠入味之外 再用這個荷葉夾去夾住 也是有點讓它解膩的口感 太久耶 我覺得還不錯耶 我覺得這個豬處理也很好 你知道這是一個早日生啤酒 安西我愛你 而且大家如果你宵夜set吃不過 也可以跟我一樣 旁邊有單點 宵夜吃得跟晚餐一樣豐富 好我們現在的晚上 在他們高雄萬豪上面有個黃浩中餐廳吃的宵夜set 大概是這樣分享給大家 我們從高雄萬豪他們裡面的中餐廳吃完飯 我還打包 現在回到房間 因為我想說晚一點吃 會不會餓 晚一點還可以再吃一個 宵夜中的宵夜 行李已經有服務人員幫我們放進來了 等一下 讓我呼吸一下 還不錯耶 高雄萬豪他們裡面家庭四人房的廁所 因為大家聽到萬豪酒店 是不是就覺得 因為台北是大直的那個萬豪 然後他裡面也是非常高級非常豪華 但是高雄萬豪 他雖然是不同管理的人 不同經營的人 可是他一樣 因為他灌的一樣萬豪的名字 有國際的規範在 所以他基本上應該是該有的都有 然後清潔是最基本的 我就先來看清潔 來看馬桶 你迎賓馬桶還不錯 好非常乾淨 他整個廁所都是那種實材實氣的牆面 所以會覺得很有質感 很像王美牆 然後再來我們看他乾濕分離的地方 玻璃門很乾淨 然後裡面他會是一個比較方正的空間 然後也有一個可以讓你可能坐著 你沖澡啊比較不舒服 我甚至小朋友比較好置放的一個地方 然後來看一下他貝品 THANN 這是泰國皇室專用的一個牌子 韓庭 真的蠻香的 他很像我們去泰國做SPA 他會點的那種芳香精油的味道 我以為泰式檸檬魚的味道 打拋豬 看一下臉龐頭 不愧是新開的 因為他連刮痕都很少 再來就是重頭戲吹風機 大家知道海莉我本人雖然不喜歡洗頭 可是我很在意吹風機的風涼 然後這一次這個吹風機拿起來很大隻 我不是這個牌子 大家知道這個牌子嗎 我沒有在任何一家飯店看過這個牌子 我不確定它是不是這樣念 我就念它Valera 它是瑞士的品牌 這一隻應該要5000多塊 差不多 這很好欸 這是髮型師或是那種專業人士才會用的東西 對 很少看到我幾乎沒有看到飯店 是給怎樣才是水風機 所以我決定我今天要洗頭 好不好 來看一下它的浴缸 噢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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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密書啊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要給我的秘密任務 贏我們少爺的DNA 有沒有 關係到他能不能繼承你五百年的遺材 我幫你贏好了 再來 DNA報告 我幫你放在這裡 我的保險書裡面 我們就來看少爺是不是你的情形好心 來 這是這個DNA報告 來 什麼 前面海力的小劇場有沒有給他們看到 家裡要有一個保險箱的重要性 不管是你的金氏銀氏重要的珍貴珠寶 甚至你的高級手錶 都適合放在保險箱裡面以防萬一 今天我要介紹的這個就是 發易金庫的LD系列保險箱 它的特色非常明確 非常的漂亮 有沒有極簡風 跟我今天這個OL主題 而且呢 它可以透過指紋或是密碼 兩種方式來開鎖 像我剛剛就用指紋開鎖 密碼也可以自己設定 而且它有防呆裝置 還有一個防竊道裝置 如果你輸入秒錯超過三次 它會自動有警報聲響起 甚至是你把整個保險箱搬走 整個金庫搬走 搬去別的地方 它都能偵測到說 欸 位子有大移動 一樣警視聲就會達到警視的作用 讓別人就說 欸 這位先生 你為什麼要搬人家的保險箱 而且它這種熱感應輸入密碼的方式 有一個好處 別於以往傳統的那種實體按鍵 你按久了是不是多少會磨損 磨損了你密碼那幾個數字 是不是很明顯就可以猜出來 排列組合拍一下 就有可能可以破解你的金庫 但是呢我們這LD系列 它是熱感應裝置 你怎麼按都不會留下指紋 甚至是磨損的可能性 內部也是很有可看性的 加厚的門 而且實心加出的這個門栓 保障你裡面財物產品的安全 而且中間還有玻璃隔板 讓內部的使用空間最大化 而且我最喜歡的就是它裡面你看 全部都鋪這種短毛毛 類似吉皮材質 所以如果你是珠寶啊首飾 甚至是你名貴的手表放進去 都不用怕被刮到刮壞 刮花了心疼了對不對 所以今天海力要來送幸福 我們來抽獎 送你一個發育金庫LD系列的保險箱 記得在這支影片裡面下面留言說 我要在發育金庫裡面放我的寶貝 什麼什麼什麼 你可以自由發揮 你要放什麼東西 都留言跟我說 我會抽出一個人 送你一個這個保險箱 送你黑色的好不好 比較帥比較酷 因為它這種極簡風格 放在家裡的各個角度 都可以完美融合 真的是不突兀又漂亮啦 好啦 今天的留言好不好 大家以後就會看說 海力推薦的飯店 讓它洗頭的 喔 我一定要去 然後它其他備品有乳液 洗手液 然後該有的都有 就基本的 然後我覺得 我很喜歡是 它旁邊這裡檯面很大 所以你可以撒 放一堆東西 衣服啊 然後甚至是喚洗用品 喚洗用具 都可以在這裡使用 然後它的浴缸應該是 一人泡可以剛好 然後旁邊我覺得很貼心 雖然還有扶手 所以如果你泡久起來 至少不會滑到 然後旁邊一樣 是石器這種大理石紋 但比較尷尬的是 睡覺的人就會 直面你 喔 它充點的電動還不錯耶 我們剛剛一進門 目光直接被廁所吸引住 但外面我們還是要看一下 過來過來 一進門這邊它有一排櫃子 我再看一下櫃子有什麼 運斗的 因為如果有些商業人士入住啊 商務會議商務旅遊 都可以在運東西 然後睡袍 然後就是在運行 它是電繡的 而且它是厚的 一區是它可以置放行李的地方 旁邊有一些防撞條 跟防刮的材質 但我覺得這個空間 小了一點點 因為我們今天是三個人的東西 然後加一些 滴滴滴滴打包 打包包 就有點往外放 但好加在 是它的走道算寬 所以你不會影響到啦 這還ok 冰箱就是水 文文好的 水為主 櫃子 阿里山烏龍茶也是比較少見的包裝 看起來質感不錯 然後該有的都有啦 包含說咖啡啊杯子什麼的都還是有 我們來看一下其他地方 我來測試一下床的軟硬度 中間偏軟是舒服的飯店床 因為萬豪他們在國際 它是一個國際規範 所以萬豪集團它下面可能大指萬豪 或是高雄萬豪他們的床 甚至連它床的規格 都要去符合國際萬豪的規範 所以我覺得萬豪床的品質就是很好啦 然後旁邊我們來看一下它插頭 我覺得它蠻貼心的 包含說插座式的這種插頭 甚至連USB插頭也都給你 還有床頭燈的開關 電視蠻大應該有55吋 而且我之前看它官網介紹 它一個很特別的就是可以這樣 然後旁邊這個左右兩邊 甚至是你旁邊貴妃椅也都OK 所以我覺得算蠻貼心的 再來旁邊這裡我覺得很漂亮的小角度 它這一次我覺得很特別 是一般的這種家庭房型 它頂多就附一張椅子給你休息一下 但是它附椅子蠻多的耶 包含說一張單人椅 然後一個圓桌 跟一個長型的躺椅 還有這邊有一個算是比較有質感 有設計感的傢具 我很喜歡這種傢具耶 低調睡覺 欸不要看了 這種傢具就是 你看起來它是皮膚 然後很有質感 但你根本看不出它的品牌或幹嘛 但它實際上可能很貴 這種時候就是來飯店體驗就對了 因為平常家裡要買這種家具 可能要好幾十萬起跳 我是買不起啊 所以我就只能在這裡體驗 來看一下它這個窗簾 我覺得連廁所都電動窗簾了 這裡沒意外的話應該也是 來安琪關窗簾 還不錯耶 可是它是這種紗狀會比較透光 有沒有另一個版本 當然有 它是遮光效果比較好的那種 直式窗簾 如果你真的睡覺的時候 比較怕光線這種 這個就很貼心 我覺得很貼心耶 兩種窗簾都給你 剛剛有講到它給了很多椅子 所以它每個角落都一個氛圍感 像這邊 它一個氛圍感 你可以坐在這裡閱讀啊 滑手機甚至追劇都蠻舒服的 然後這邊也是 藏心躺椅 旁邊你要的插頭 全部都有之外 還有一個桌子可以擺宵夜擺吃的 甚至在這裡打牌也都OK 還有我有發現 你看連這個吊燈 都很有質感耶 它這裡是車縫線的皮革耶 真的很不錯耶 我們這一次難得都沒有踩雷耶 然後接著我們會入住 明天有跟大家分享 我們晚上睡眠的心得 跟明天早上 我們一定會早起吃它的早餐給你們看 那就讓我休息一下吧 好我們現在成功起床要來吃高雄萬豪的早餐 請拍手 真的讓我有動力起床 是因為我昨天睡得不錯之外 我昨天還細了頭呢 欸 頭髮可蓬鬆耶 高雄萬豪它的早餐它的Buffet 它其實才是半自助式啊 有你的桌號桌牌 如果你有看到你喜歡的主食類 你就投進去 然後服務人員弄好之後 就會上菜直接端給你 那現在有一些像飲料 或是已經封好 不會有開放性接觸的東西 你就可以自己拿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吃吧 好 好 好 然後我剛剛繞了一圈 我覺得我有選擇困難症 它光一個沙拉就操作個品項 它是把它弄成類似沙拉中的 然後安琪拿到的是鮭魚沙拉 然後還有水果沙拉 各種沙拉 萬豪的早餐它厲害的就是在 它每個站台它都有一個專門的師傅幫你 就連拿個鬆餅 師傅剛剛還在那裡淋蜂蜜 然後撒那種糖粉 再來還有它的熟食趣 我覺得也是一大特色 包含說我們平常可能去飯店 吃那個麥 吃粥 它就是白粥 然後給那個脆瓜 然後麵筋 然後鹹蛋 因為這裡它的粥 它有好幾個品項可以讓你選 包含我扁的皮蛋瘦肉粥 它直接煮好一碗給你 而且它是比較廣東的那種 它把那個飯已經是慢慢熬慢慢熬 熬成那種絮狀 這什麼粥 虱目魚肚粥 虱目魚肚粥欸 早餐有虱目魚肚粥 然後再加上說它的其他蔬菜 或是其他品項 都會有專門的服務人員在那裡 你就遠遠地說我要這個這個這個 然後它會幫你夾好分好 而且安小姐 你為什麼吃了感覺很厲害 妳的這個拼盤 而且妳吃牧魚粥好吃嗎 超好吃 超好吃 就是魚肚的地方 然後油不會太多 然後有一點肉 所以你不會覺得早餐太膩 看來安小姐很滿意 我覺得還不錯 妳要吃兩 妳要吃兩 這個皮蛋臭肉粥啊 浮掛 好我們現在來到十一樓的藝術光廊 我剛剛吃飽喝足 早餐就是超豐盛 大家可以看我肚子都要吐出來了 十一樓它這裡藝術光廊 它旁邊還有幾家很高級的餐廳 我真的很期待之後可以來吃 之外其實它外面還有一個有點像是教堂 證婚儀式的地方 高雄萬好它的優勢就是它在內部的設施都很新 你可以把它當作一個藝術館來參觀 你看這邊 它只是一個餐廳外面的光廊 就直接弄成這樣 超浮誇 我覺得高雄的人就是因為它地大 它可以弄得很浮誇很漂亮 所以如果你可能帶家人朋友另一半來到這 你不只可以住宿做得很棒的之外 你還可以在每個角落拍網美照 然後至於我們昨天晚上入住的體驗呢 我自己是睡得非常好 因為那床是西蒙斯的床 我頭放到枕頭就直接睡著 我覺得上下樓層隔音很好 門的隔音也不錯 至少門外走廊有人走動的聲音我是幾乎聽不到 然後尤其廁所很大減 我真的很完整的放鬆 泡個澡休息之後 然後放鬆身心真的是睡得很好 安晴你耶 超好 大家如果希望之後你可以第一手看到海力飯店開箱 記得追蹤我的IG好不好 我都會直接開箱給你們看 就連吹風機 欸吹風機我也不錯耶 吹風機是我近幾次飯店開箱以來最滿意的 至少我還有洗頭 所以你們知道我滿意的齁 所以至少在住宿入住體驗 我也覺得真的不錯 好啦今天海力高雄萬好影片開箱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海力的飯店挑提系列 幫我按個讚 按讚就好 讓我知道你喜歡 之後我們會開箱更多更漂亮更好玩的飯店 好不好 我是海力一大拜拜 我是海力一大拜拜 好嗎 我們要不要改善一下 感谢观看